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 TVB 很讨厌 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今个星期没有太多新闻可以做周末算账 基本上自有一两宗新闻较为触目 首推当然是洗版,洗了整个星期 全香港抽水抽到由水塘变沙漠的Lonline 第二宗是南团演唱会 较有争议的是港媒用上全场爆满 来形容伦敦首站 有网民由官方发相 网上的演唱会影片和场地平面图 尝试拆解真相 但这件事都没什么好说 剩下来,似乎只有Lonline 一个团名可以玩足一个星期 是改名的人对广东话市场不了解 考虑不够全面 纯粹想追上国家对于龙的英文 由Dragon 变成了Lonline 还是刻意制作话题呢? 很多人最直接想到 名字由曾志偉改 但在想深一层 似乎是有点矛盾的 大家一直都说 TVB 和内地平台合作 因为投资上的比重 华视权大家都觉得是出钱最多的一方面 所以TVB 要看内地资金的头 令到节目在香港播出 假如这样的话 亚洲超声团第一队成团组合的名字 纯粹以出钱最多的华视 未必是曾志偉 但以娱乐圈或制作经验来看的话 钱未必排在最前 以曾志偉在娱乐圈这么多年 台前幕后的经验来看 他又未必没有华视权 Lonline 这个名字我就不喜欢 无论是中英文也好 都是不喜欢的 先从发音吧 Lonline 不够响 现场演出时 粉丝叫名字时就已经输舌了 以来广东话的鞋音真是很不够 唯一可以接受的是成功制作话题 没有新作推出 已经一夜之间全香港都认识了 包括TVB的观众和非TVB的观众 可以说近至少十年里 在香港未出现过 这个古古怪怪的名字 到底由谁改的呢? 迷底终于解开了 曾志偉早前在电影出租家人的宣传活动上解释 名字是内地公司改的 也解释到最初大家直觉 改名的应该不太熟广东话的疑团 正如曾志偉所指 过往很多电影的名字都是奇奇怪怪的 什么警察故事 A计划 圣诞快乐 很多人都觉得这些都是电影名字 结果票房大收就是好事了 Lone Nye 这个名字成功制作话题 到日后有作品推出 能做出成绩的话就是好名字 至于今个星期 真是各界抽水抽得干了 但抽还抽 玩到人身攻击过了界 隔离台李老板的电影铺似乎抽得很过分 虽然两家电视台是竞争对手 但今次真的有保留 第二宗新闻 其实跟这宗是一个延续 大家还记不记得 曾志偉、Alec 曾经有过一间公司叫Star East 当年出了一队男子组合eKids 成员Tommy又有话说 提到当日曾志偉帮他们改名叫A4 反问是否是指 这次终于令到一直沉默的两位成员 出声反驳 说回真相 最先发声的是Alan 指当时EKids 原本有四个成员 A4不是曾志偉改的 更加指Tommy得罪所有前辈 Alan 说 那个人始终帮过你 如果比较我 都不会这样说 看得很不开心 那个人帮过你 你自己不行 一有些什么 你就去扰人 这样谁跟你玩 还反问Tommy 说这么多东西 是否当他和Tim死的 至于另一位成员 Tim 后来也出post回应 他说在2000年头 还在行仿仿仙的年代 大部分artists 都是由model公司找回来的年代 几个奇貌不扬的男生 能够做歌手 能够出道 已经很感恩 更加指 改名的人 是当时的经理人Terry 改的 后来到2000至2001年 他们跟着谭校长到处巡唱 到后段 谭校长亲自改名 在内地某大球场 开麦宣布他们的组合名字 就是叫做 E Kids E for Star East Tommy 后 将整件事 拉到政治立场上 就指另一边立场的人士 在围牢思觉失调 今天还叫他们不要再拉曾志偉和Alec 中年好声音 玩到18季都好 都没有他们的份 所以飞天爷爷一直都强调 有些人要的不是真相 要的是机会 一个攻击自己不喜欢的人的机会 反而山坡谣言的人 是可以有光环的 说真的 整件事 谁在意A4 谁在改 最重要是你给个机会 给个位置我出来笑 串一下曾志偉 记者在电影出租家人宣传活动上 就问曾志偉 曾志偉指忘记了 改过这么多名字 多到无法只能记得 开玩笑的也有 认真改的也有 很小事 更加指从事演艺这一行 大家都用不同的方法 令别人记得自己 曾志偉很明白Tommy在做些什么 记者问会不会生气了Tommy 曾志偉说 做这一行为这样的事去生气 怎么做人 不过以前怎样提拔过他 又不说了 觉得很奇怪 只是说怎样改名 不过都无所谓了 带过不少年轻人出来 这些是好小事 近年坊间蛇都说 上一辈没有给机会年轻人 其实E Kids 正正是上一辈给年轻人的例子 不过未必人人会记得 三个里面就有一个 今次忘记料 一二 就用今次忘记料 喂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事要说的 有 另外一个频道 是这样的 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 哈啰 假如你喜欢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但假如你真死非天爷爷 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之后 记得按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 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敏一被非天爷爷措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 是没办法够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如果你要花费 的话 请不吝点一下 转发 高空 封销 有点 按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